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3月5日 西布连叛起扭卡速喷射击 周六中午 奥执连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西布连主场迎战扭卡速喷射击 西布连目前处于连胜当中 球队发挥稳定之余 还十分出色 另外他们此前三次面对扭卡速喷射击都笑到最后 此番球员心里占得上风的西布连里应看高一线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西布连经济一喜上季倒数之列的颓势 如今踢完14轮联赛好取九胜二和三负的战绩暂居次席 本场比赛将是他们反超墨尔本城独占投的机会 因而球队势必会全力争胜 西布连赛季至今凭借派祖裕和S 路斯迪卡等人的表现 球队军场能够攻入1.21球 虽然放眼当下奥执连并非顶尖的进攻数据 但真正让西布连崛起的是他们固若金汤的防守端 军场0.79个失球排名第一 也是目前联赛里唯一一支军场失球不足一个的队伍 赛季至今多达8场比赛能够零封对手 概率接近6成 这般坚不可摧的后防线 是西布连此番取胜的最大一仗 另一边乡 纽卡速喷射击赛季至今仅录得4胜3合5负的战绩 在少T二轮的情况下与上述的西布连击分差距高达14分之多 另外 纽卡速喷射击并不擅长打硬战 据统计 球队本赛季曾和当下前4集团交手多达5次 期间遭遇一合4负的不胜战绩 并且单场至少是二球 由此可见纽卡速喷射击抗压能力雷弱 要知道西布连相比几队不仅纸面实力更胜一筹 并且前者近况也是相当强势 而状态起伏不定的纽卡速喷射击此行怕是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中场简达路夫斯基因伤无缘披挂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给我们的鼓励